照顾瘫痪女总裁两年后 她康复了 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初 抛弃她的白月光求婚 媒体说他们不离不弃 终成眷属 我仰头看着广场大屏上 直播的求婚场面 默然不语 把口袋里的戒指丢进了垃圾桶 欠她的恩情 终于还清了 步行街上的人都停止了走动 抬头看着户外大屏上 投放的求婚直播 不止这一处 整个没成能用的大屏 都换上了同一个求婚直播 画面很清晰 连女主角隐隐的泪光都看得清 现场布局一看就是柳如烟的手底 她快完全康复的那几个月 都在画这个草稿 连烟花的样式她都亲自经手 她那时候倚靠在我的怀疑 眼里都是憧憬 问我喜欢什么花 我说 风幸福 但大屏上整个求婚现场 都被热烈的玫瑰花海包围 站着的男主角也不是我 是柳如烟的前任男友 明星设计师梅吉博 我平静地养着头 求婚已经进行到柳如烟头戴白纱 含泪给梅吉博地上戒指 黑丝绒的戒指 和李钻戒闪着星光 这样一笔 我口袋里那只完全不能叫戒指 旁边的姑娘们激动地凹叫 柳氏女总裁柳如烟 真漂亮啊 怪不得以前能游戏人间 现在浪子算是灾了 听说柳如烟瘫痪那两年 是梅吉博推掉一切工作 去照顾她的 神仙爱情 忠诚眷属 我漠然地捏了你手腕 那里还有因为照顾柳如烟 留下的灰和伤疤 那时候的梅吉博 和柳如烟分了手 去了米兰进修 周围很快平住了呼吸 求婚环节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柳如烟垂着头 看着丹西跪在她面前的青年 哽咽着说 我愿意 戒指顺着她的无名纸被套上 梅吉博站起身 拥吻上了她的唇 在这一瞬间 整个梅城的上方都响起了烟花 这个阵仗 不仅没成 估计全国都知道了 想想又正常 柳如烟本来就是这样的性格 她喜欢谁 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人群喧闹起来 我旁边的姑娘磕上头了 攥着我的手腕 压着兴奋 他们好般配 你说是不是 我忍着手腕的疼 笑了笑 般配 她看着我苍白的脸 后知后觉地松开了手 想要道歉 但我已经在一片喧闹声中 转过身走 我背后大屏上的主角 正在深情拥吻 人群为他们的爱情尖叫欢呼 烟花炸开一片绚烂 我突然在一个垃圾桶旁停住 蹲下身子缓了一回 才重新直起身来 从口袋里掏出了个暗淡的戒指 这戒指不好看 也太紧 庆幸的是 我在没留着的必要了 我把戒指丢进了垃圾桶 心情从没这么平静过 一滴眼泪都没掉 从此以后 欠柳家的 欠柳如烟的 我都还清了 我被柳氏集团赶出去了 原本我有个独立办公室 现在别说办公室 连个办公桌都没见着 人事不丢给我一个纸箱 何特主 你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我在公司人员不错 他又压低了声音 刘总亲自让你走人的 赔偿少不了 快走吧 他的语气还是委婉了 我猜柳如烟的原话是让我滚 一双凤眼漫不经心那种 压根没把我当回事 我吃力地抱着指向 路过我原本的办公室的时候 终于知道他的新主人是谁了 已经被改成了梅吉博的休息室 零碎的设计稿随意摆放着 他和柳如烟的亲密合照 覆盖了那里原本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 我垂下眼 攥着指向边缘的指节 也有一瞬间的发白 很快就松开了 算了 我在公司门口被挤摔倒了 纸箱翻倒 东西洒了一地 这里聚集的人太多了 谁的高跟鞋跟在我的手背上踩了一下 有点钻心的疼 蜂拥的记者和人群都往一个方向引去 我忍着疼抬起头 正好见着梅吉博挽着柳如烟出现 他喜欢出风头 连头发都打理得一丝不空 但他边上的女人比他更耀眼一点 乌发红唇 柳如烟不喜欢这么多的人 有点烦躁的跌过头 但是还是很配合的靠在梅吉博怀里 记者堵住梅吉博 递出话筒 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抛出来 梅先生 网上连续一周世纪求婚的话题都占据第一 作为男主角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梅吉博微笑 我很庆幸 在他人生低谷的两年 陪在他身边的人 一直是我 柳如烟柳大小姐 一路顺风顺水 立于山巅 唯有遭遇车祸瘫痪后的两年 强倒众人推 长进世间冷淡 谁都比梅吉博有资格说这句话 当初他直接打飞机走了 柳如烟的身边只剩下我 这样明显的谎言 但柳如烟听了挺开心的 没有辩驳 甚至纵容 柳如烟垂下眼 很温柔无奈的一笑 像是一场野火吹拂 终于玉梅而停 闪光灯交错咔嚓 鱼记们惊喜地拍下两个人深情对望的环节 柳如烟突然转过头来 越过人群直直地对上我的眼睛 眼神近乎冰冷 我安静地看着他 浅淡地微笑 心里很轻松 他下意识地猝起了眉 其实我也好庆幸 在他人生低谷的两年 我陪在了柳如烟的身边 我弟恩情都还完了 等得出租车迟迟不来 我有点滴血糖和胃疼 捂着胃蹲在路边 刚刚被踩的那只手已经红肿出血 疼得很 梅吉伯对于柳如烟来说 真的蛮特别的 我认识柳如烟好久了 她从小就是柳家大小姐 长大后绯闻无数 但公开承认过的男友 只有梅吉伯一人 破镜重圆 也在情理之中 面前突然响起车笛声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 一辆黑色的车在我面前停下 车窗缓缓降下来 正是柳如烟那张精致的小脸 她的指尖敲着方向盘 又胃疼 我的眼睫颤了下 她吃笑了一声 眼神击翘而厌恶 活该 我垂下眼 像是倒退了两年 柳如烟对我的态度 那时候她就对我这么恶劣的 她说 我这种人还活着 就已经是恩赐了 到现在我才明白 她后来对我的那些柔情 都是装的 她怕我走了 就没人照顾她了 我索性不理她了 身后有走路的声音 梅吉伯绕过我 上了副驾驶座 几伯答 我来晚了 那些记者太残忍 就不该让你先走了 还能帮我当吧 在即安全带的梅吉伯厕手 看见了我 声音突然哑住 脸色有点白 她急匆匆的 催促道 几伯答 快走吧 晚会有点来不及了 柳如烟不经意地皱起了眉 我忍得疼 仰着脸看柳如烟 估摸着这是最后一次和她说话 我看了订婚直播 现场比你当初画的搞图还要好看 除了不是封信子 一切都很好 我想了想又天赏 祝你们 百年好喝 柳如烟不笑了 搭在车窗上的手 在一瞬间收紧 筋落发白 和自己听到的不是祝福一样 那只手上戴着圈婚戒 我垂下眼 错过柳如烟看我的眼神 梅吉伯进了镜 放低声音 几伯答 时间不早了 别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头顶传来一句狠淡的声音 柳如烟说 几伯答 你别后悔 她等了会 没等到回音 吃笑了一声 重新发动引擎 一踩油门就出去了 我茫然地抬起头 只能看见那辆黑色车的尾巴 有点像她以前飙超跑的架势 就算是祝福 只要是从我嘴里出来 柳如烟都会莫名其妙生气 她有病 但我不会后悔 这么久都没等到出租车 我有点认命了 手机却突然震动了一下 跳出来一个消息 眼瞼一概 在哪 我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的定位发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我坐在商务车里 有点僵硬的伸着手 面前的女孩垂着眼 帮我处理伤口 文英抬起眼 疼 她一动我就紧张地绷直身体 摇摇头 文英低下头 在我手上吹了口气 冰冰凉凉的 我手蜷缩了下 睁大眼重复 我说不疼 文英才松开我的手 慢吞吞道 没听见 我现在有一种 私通外贼的家乘感觉 作为柳如烟一直的跟班 柳如烟十次打架 有十一次适合文英 从校园到商战 两个人一直都是死对头 特别柳如烟瘫痪那两年 文英都快把她的产业都吞完了 虽然我现在和柳如烟 没什么关系 但一时半会 还是很难赶过来 文英耍赖的往后靠 晚上有个晚宴 我还缺个男伴 我垂着眼 伤口已经被处理好了 柳如烟也会去吗 文英硬了声 我不看她 很久才开口 如果你想用我来伤到柳如烟 你可能要失望了 她不会在乎我的 我声音很轻 安静的陈述事实 文英在抹扎着一个打火机 有一闪而过的火光 较亮她的肢 她说 那可不一定 我转头看窗外 飞驰而过的街景 笑了一下 我想起我十七岁时的柳如烟了 她当着所有朋友的名 笑得放肆又轻蔑 她说 喜伯达 我绝对不可能喜欢喜伯达 我被带着做发型式礼服的时候 文英全程在场 她眼光挑 高定礼服是个十几套都不满意 其实我不想去那个晚会 但文英要求 我也没办法 半个月前 我从柳家走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被允许的 是文家的老太太暂时收留了我 所以文英想做的 我都会尽量满足她 我是到一身银白西装时 文英的目光终于顿住 就这身吧 我看向旁边的镜子 才突然正住 镜中人陌生又熟悉 像是多年前 一直安静在柳如烟背后 当背景板的男孩 那样的素挂 突然瞩目无双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自己 我伸出手 小心地碰上冰凉的镜面 她走过来 亲自给我整理好领带 忘了哪看的 九局是战场 每个男孩都该有身戏装 几博答 不是让你去气她们 只是让柳如烟知道 她不仅是瘫痪 还是个瞎子 我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商业晚会 跟在柳如烟的身边这么多年 她的男伴从不会是我 我和文英来的算是晚了 敬验会大厅的前一秒 我垂眼看文英 大厅的灯光在一瞬间 打在她的侧脸上 脸蛋精致 像在发光 周围青丝声响起来 我才回过神 小文总带的那男的谁啊 真般配啊 文总不是一直不带男的吗 边上有个一直和柳如烟相熟的 看了我一会 突然才说了句脏话 擦 这不是刘姐妹平平无奇的小特助吗 这句话刚落 我就听见了酒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柳如烟站在不远处 红酒杯砸在地上 酒夜打湿了梅吉博的西装裤 梅吉博低声尖叫一声 但她没理 定定地看着我 头一次见我一样 有点证人 这样的我让她感觉惊艳又陌生 梅吉博抬起头 看了会才认出我 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我礼貌地点点头 陪着文英应酬起来 柳如烟这才注意到我身旁还有个男人 桃花眼一寸寸冷下去 往这边走来 伸手就要把我扯过去 文英反应得快 伸手就挡住了她 挽着我的手把我往身后带了来 柳如烟越过文英看着我 几拨打 过来 我从没在她面前站过别人的腿 更别替躲在别人身后了 她每次一叫我名字 多远我都会跑到她的面前 但现在 不一样了 我一步都没有退 和从前每次和她说话那样平和安静 轻声道 这么多年 我做的足够多了 仲夏的风顺着窗吹涌过来 柳如烟 我们没关系了 她脸色瞬间煞白 仲夏的时节适合遇见 我是被柳家资助长大的孩子 不只是我 我们那个县从地震后开始 都是柳如烟她妈帮着重建的 但我第一次到柳家 是我15岁 我是那年县里中考第一名的孩子 跟着县里的大人一起背着特产 来感谢柳夫人 柳夫人和我想象的一样温柔 和大人们聊着明年的规划 期间还接了无数个电话 很忙的样子 我站在边上 瞥见她办公桌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少女和我差不多大 没眼精致 看镜头的时候有点不耐烦 桀骜得像个公主 管家突然敲了门 表情有点难看 夫人 小姐又去飙摩托车了 柳夫人在忙 随意地点了点头 去把她带回来吧 管家的表情很为难 看样子 这是一份很难的差事 边上的大人把我往前一推 善笑说 柳夫人 让达达一起去吧 她和同龄人相处的都很好 柳夫人的眼神才落到我身上 我蜷缩了一下手指 鼓起勇气 点了点头 我可以 就算不可以 也必须可以 我跟着管家 到了柳如烟在的环山西路 她那时候才17岁 黑红色的摩托车 柳哥在风中驰骋 临到我跟前才知道刹车停下 她的手指揭开头盔 漂亮的眼睛露出来 眷懒的 像一只猫咪 她说 像把老哥哥 你谁啊 我闭着眼 脸色苍白 我差点以为自己要被撞死 缓了会才开口 我是几伯达 她饶有信慰 第二句话 柳夫人让我带你回去 她冷下了脸 柳如烟不是个听话的人 但我也是个固执的人 她不走我也不走 就在路边等着她 她绕完一圈 发现我在 第二圈的时候 吹过来 我想起她的名字 柳如烟 柳夫人也想要个同龄人 看着柳如烟 把我留了下来 当柳如烟的小跟班 帮柳夫人盯着她 不要干坏事 柳如烟正处青春期 有点叛逆 就格外讨厌我 觉得我是她妈的眼线 她总是故意刁难我 按柳如烟的话来说就是 烦死了 所有人都知道 柳如烟虽然风流寨无数 但身边永远都会有一个 肃淡的男孩 几乎没有存在感 只会在她 胡作非为的时候 出来拦住她 我一直努力念书 努力完成柳夫人的要求 努力地跟在柳如烟身后 一根就是七八年 只是自己藏着个秘密 我高考完那年 站在紫营花树下面 柳如烟靠着庭院的栏杆 她话说得很轻松 却像一瞬间扼住了我的心脏 拨开了我的秘密 她说 你喜欢我 我将在原地 很久不能动弹 紫营花落在我身上 我很久才听见自己的声音 很雅色 是 我喜欢你 柳如烟笑了下 转身走了 当天晚上 我去找柳如烟的时候 在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叉呢 我听见柳家的大小姐 杨岛在沙发里 笑得很放纵 声音明明不大 可我感觉自己快要聋了 不知耳朵 哪里都疼 谁会喜欢吉伯达 我喜欢梅吉伯奈挂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梅吉伯的名字 我比柳如烟小了两届 为了早点上她的大学 我高中还跳了一级 但那一瞬间 我突然明白 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能追上的 15岁刚见到柳如烟的吉伯达 肯定不会想到多年后 我们的关系还是那么差 连在别人的晚宴上也能闹起来 特别现在还是柳如烟康复之后的 第一次晚会 她和文英本来关系就不好 一进场就被格外注意 现在对峙起来 大家明里暗里都在看戏 我捏了捏文英的肩膀 走吧 柳如烟的眼睫一颤 我避开她的眼神 这么多年 她第一次听见 有她在场的情况下 我对别的人说 走吧 走出去好远 我才回头看了眼 柳如烟还站在原地 低着头 那种感觉 像是她两年前 从车祸中醒来一样的一岁 冰冷 那时同车的柳夫人已经去世 没几波想触碰她 却被她回头的一眼 给吓在了原地 我笑了一下 文英问 笑什么 我低声说 只是意识到 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 柳如烟的低气压和大小姐脾气 不是每个人再见了她的另一面 还会选择靠近 尤其是她瘫痪那段时间 柳如烟作为一个天之娇女 根本不能接受自己成了残废 她不再笑了 意气散尽 更何况她唯一的亲人柳夫人 也死在了那场车祸之中 柳如烟那时没有求生欲望 屡次想要自杀 我敲碎了玻璃杯 拿起碎片在手腕上用力一划 你想死 没关系 我陪你 柳如烟从没看过我这样狠的情绪 黑沉的眼睛看了我很久 近乎咬牙切齿 她承诺道 几波打 我会好起来 同难以后 她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终于在两年后站了起来 然后丢掉了她的轮椅 晚宴结束之后 我和文英一起回到文家 这段时间多亏了文家奶奶的收留 我也在积极准备简历 找到工作之后就搬出去 其实我和文英真的不熟 每次的交集都是柳如烟和她打完架 我替她上文家道歉 文家奶奶每次都很好的接待 摇着蒲扇说 哎呀没关系 小孩子打个假吗 来坐坐 我每次都做一笑话 局促地看着文奶奶帮文英查药油 午后阳光洒了一地 我就更良心难安 没想到现在落难了 还是文家拉了我一把 我和文英都不是话多的人 所以共处车内格外安静 我有点拘谨 坐得和小学生一样端正 眼睛不敢乱看 只好看着前面 结果一抬头通过后视镜看见了文英 她可能有些累了 闭着眼睛 睫毛很长 很乖 霓虹灯一瞬间照顾她的脸 文英睁开了眼 敏锐地抓住了通过后视镜看她的我 有点尴尬 但不多 我默默地一开视线 文英突然笑了 她说 几博答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怎么想的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那时候直接当着柳如烟的面喊出来了 我点点头说 你问我怎么瞎的 不然干嘛跟着柳如烟跑 柳如烟当时气得和她又打了架 文英摇摇头 又闭上了眼 外头车水马龙 穿流不息 车内安静太久了 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才听见文英很轻地说 我当时想 柳如烟哪找这么蠢一小子 虽然蠢 但很乖 很久没去看过柳夫人了 我捧了树白花去陵园探她 柳如烟刚接过柳氏集团不久 一辆失控的大塔车撞上了柳家的车 车上的母女俩一死一伤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 如果不是她 我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把她目前的杂草清理了一下 和她慢慢地聊着天 柳夫人 您关心的慈善事业都还在正常运营 规模越来越大了 基金会每年收到的感谢信 一个房间都堆不下 我垂下眼 看着花上一滴快落下来的露水 柳如烟的瘫痪好了 可以前没差别 柳氏集团的发展重回了正轨 她最近订婚了 媒体造了好大的事 订婚仪式被称为世纪难见 男主角你也认识的 是梅吉伯 柳如烟带回家过的男孩 他们感情很好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有我 这么多年 都停在原地 没有方向 墓碑照片上的女人温稳 好像听见这些了一样 我触碰上照片 我已经从柳氏离职 您会怪我吗 她当然不会应答 墓园无声 死亡是没有声音的 我捂着脸 泪水从我的指缝里往外伸 除了最初的日子 其实我在这里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我有时候在想 要是我那年中考没有考第一就好了 就不会来到这里 我安静地哭了一段时间 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站起身的时候 才发现不远处站了的人 不知道看了多久 我垂下眼 出牧园的路只有那一条 我只能往柳如烟那边走 她估计也来看柳夫人 只是不敢瞧 让我俩碰上 我正从她身边擦过 就听见柳如烟开口 在我妈面前哭粉 更嘲讽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就转过头 抬眼看她 眼角有泪 映然未落 柳如烟把剩下的话吞进了嘴里 其实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也没这么差 这样恶劣的态度也就发生过两次 一次我厌倦了给柳如烟当特主 背着她重新投简历 给她知道了 大发雷霆 一次前不久 她收到了封邮件 看完就把我赶出柳家 刚好一次车祸前 一次车祸后 相隔两年 但我已经没有当年那么难过 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替很久以前的自己问 柳如烟 是不是我从没在你面前表露过情绪 你就真以为我不会难过 是不是你真的以为 不管你怎么胡闹 我都会和15岁一样 永远跟在你的背后 柳如烟抿了抿唇 眼神漆黑 她垂在身边的手拳了好几下 在一瞬间钻紧 柳如烟讥讽讽地勾起唇角 她说 吉伯达 你永远都还不清 你害死了我妈 装什么呢 直到回去的时候 我脑子还浑浑噩噩的 柳如烟居高灵下地 抛给了我最后一句话 那场车祸 根本不是意外 你猜 柳家是谁当了叛徒 我的邮箱收到了一份邮件 我颤抖着手点开 里头都是柳如烟的人收集的信息 种种迹象表明当年那场车祸 是人为造成的 当时柳夫人和柳如烟 是在去签一个大合同的路上出的事 他们的行踪那几天都是绝对保密的 除了我 只有我知道 我是柳如烟的特主 又在柳家长大 他们一直很信任 里头有一张照片 是我和敌队集团的人接洽的画面 是唯一的缺漏口 甚至没有亲口来质问我一句 就给我判了死罪 我惨然一笑 整个身体都全在座椅中 怪不得 怪不得前一天画好求婚现场图的他 第二天就让我滚 怪不得他宁愿追回梅吉博 也不愿意和我再沾上一点关系 我把邮箱关掉了 甚至没有辩解 因为我知道柳如烟不会停 其实只要柳如烟 不是只停留在这一步 继续往下查一查 就会知道 知道他行踪的人不只是我一个 还有梅吉博 我很久没睡过这么久的觉 在柳如烟出车祸之前 我就一直背着他在投心的简历 因为梅吉博太咄咄逼人了 我也是真的厌倦了 他是柳如烟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个正牌男友 那时候被他宠得无法无天 对于我就格外看不惯 以前我也被他的蓝颜之急找过麻烦 但从没这么厉害过 你能想象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 被当着全公司的面被骂是男宠吗 梅吉博就这么干过 就在柳如烟谈合同的那几天 他和柳夫人的行踪都保密了 连梅吉博也不知道 他联系不上柳如烟 但我却知道他在哪 他问我 我不说 还挡着总裁办公室不让他进 全公司都知道他是柳如烟的长中吗 只有我不怕死地拦着他 梅吉博就叫来公司的人围观 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 他是怎么说的 吉博答 你就算脱光了衣服站在柳如烟面前 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给我滚开 你以为为了脱离你那个贫困险 死命扒住柳家就能飞升了 一直跟着柳如烟 恶心死了 和小三没区别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众目睽睽之下 却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羞耻 他闯开了办公室 看过了柳如烟的行程安排 第二天柳如烟他们出了事 我从没往梅吉博身上想过 因为柳如烟和柳夫人都对他那么好 现在我明白了 只有不被爱的人 才小心翼翼地记下别人的好 会拼命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种好报答回去 我就是这种人 我一觉醒来变了甜 微博热搜第一是警号 梅城柳家车祸阴谋 大家都喜欢吃豪门的瓜 尤其是前段时间柳如烟的世纪求婚 还霸占了网络话题那么久 痴情人爆料 当初柳如烟的车祸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蓄谋已久的人为事故 是敌对集团下的黑手 痴情人说 泄露柳如烟行踪的就是他当时的客主 据传还是柳家资助多年的凤凰男 富途带上了一张我和敌对集团接洽的照片 就是我邮箱里收到的那张 爆料言之早早 就和亲眼看见一样板上钉钉 梅吉博也回应了 他比以前收敛很多 在镜头里笑得柔和 吉博达 我一直不喜欢他 但他一直跟着吉博达 我之前还因为他的缘故和吉博达生过气呢 真没想到 是他做出的这种事 采访很长 话里话外指责我做三 恩将仇报 是豪门剧本里典型的白眼狼穷人 柳如烟站在旁边 神色默然 我看过网上的评论了 养了这个特助这么多年 竟然还是个白眼狼 真替柳夫人心寒 梅吉博也太惨了 当初谈个恋爱 还得看特助的脸色 快报案了 不能让他好过 谁能扒出来这个男的在哪 真的有公司还敢要他吗 不得不说 梅吉博和柳如烟两个人能走到现在 真是太不容易了 神仙爱情 有人突然从我手里把手机抽走了 我抬头看 文英正盯着我苍白的脸 别看了 奶奶喊吃饭了 我嘴翁动了一下 解释道 不是我 文英甚至没停顿 我知道 不是敷衍 她是真的相信 和网友说的差不多 和我聊的挺好的面试官 都纷纷拒绝录用我 如果这一身污水洗不白 我大概率会一辈子射死 永远找不到工作 这就是柳如烟 想要看到的我的结局 足够凄惨 足够泄粉 只有文家的企业还敢要我 我当初海投 连文家也投了 但我拒绝了 文英播着我的简历 没看我 就问了我 为什么 我摇摇投 我现在名声不好 出现在哪个企业 都会被被推上风口浪尖 对文家不好 文英侧过头 安静地打量了我一回 有点无奈地笑了 和嫌疑人 当然要接受审讯 进审讯室之前 我看见了柳如烟和梅吉博 两个人的表情都挺精彩的 梅吉博有种破釜沉舟的赌徒感 其实我也能理解 这两年下来 她的是处理得够干净了 估计有证据也早没了 她和柳如烟之间的 砍纸剩下我 把我送进牢去之后 她才是真的高枕无忧 不仅世纪求婚是真的 接下来还有什么世纪婚礼 她会是无数人羡慕的人 柳如烟看我的表情有点复杂 我看见她的手 在无意识的妈撒指尖 轻微的发动 她看了我一眼 跌过了头 眼角都是红的 我收回了目光 进了审讯室 几个小时的功夫 警察就把我这辈子 弹得干干净净 除了那张照片 还有更多的证据指向我 凑巧周密的像是一张网 要把我馋死在里面 我被暂时收压了 其实时间也不长 就十天 因为柳家车祸案 在网上的影响力很大 几天的功夫 阴谋论发酵的压都压不住 领导很重视 所以集合的警力很高 务必公正严明 不错过一点蛛丝马迹 这十天离我什么都没想 很久没休息的这么好 昏天暗地的睡了很久 第十天的时候 案子就水落石出了 我被无罪释放 这一回 被通缉再逃的人 除了害柳家母子的 涉黑对家之外 还多了一个人 没急不忘 天网灰灰 数而不漏 警察还我一身清白 我踏出市警局的那一瞬间 还没来得及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 就被无数的闪光灯罩得 睁不开眼 早就蹲在外头的记者 看准了市集 把话筒纷纷送到我的嘴边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过来 谭先生 你怎么看待梅基伯 才是出卖柳氏集团的人 谭先生 这么多年 你跟在刘总身边 是因为喜欢他吗 谭先生 刘总瘫痪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的人 根本不是梅基伯 那是谁在照顾他 是你吗 我几乎要喘不过起来 还好有只手拉了我一把 文英把除灰的花 往我怀里一塞 小心护着我上了车 上车的那一瞬间 我回过了头 媒体灯光错乱 我看见了柳如烟 他站在远处 疲惫潦倒 神情脆弱 我回答了媒体最后的问题 我轻声说 不是 那时候陪在柳如烟身边的 不是我 十天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网络上原本对我一片骂声 希望我这种人赶紧死刑 但是爆料接二连三 激起第一个水花的事 有人发了在米兰 进修的梅吉博照片 戳穿了他编织的谎言 大家都知道了 柳如烟一出事 他就抛下他飞往米兰的事情 他在岁月静好 他在负重前行 两步相干 大家嗑他俩的爱情 主要还是因为低谷陪伴这件事 没想到成为他炒作欺瞒的热点 网友都快流行透了 第二个水花是 不知道谁把当初 梅吉博甩我一巴掌 那段视频发到网上了 视频挺清晰的 看得出我怎样受辱 捂着半边红肿的脸 还挡在柳如烟办公室前 却被他推倒在底 梅吉博一直以温柔明朗的形象 是人 可在视频中表情张狂乃至猙獰 他参加职场综艺 活跃网络的优秀职业形象碎了一顶 据说那几天梅吉博电话都不敢接 骂声遍地 越来越多的爆料出来 混沌分不清真假 直到警方通报出来 我无罪 而梅吉博被通缉 这样的公告 你一切都管用 之前拒绝我的面试官都纷纷在联系我 我都拒绝了 连文家我都没打算去 我接到了家乡的电话 中学的老校长是个和柳夫人一样可敬重的女人 他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教书 支援县里的教育发展 我答应了 我回了柳家一趟 这次没有人可以再拦我了 之前留在柳家的东西都没拿走 我以为房间里该积满了灰 可是一开门 干净透亮 阳光落在桌上新折的花上 我收拾得很快 最后拉开抽屉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隐秘的家层里抽出了一张照片 比较早的相机拍的 照片上的少女意气风发 晚风吹过她的头发 她和朋友嬉闹着走在前面 不知为何回了个头 像是确认后头的人有没有跟上一样 那是我17岁那年偷拍的柳如烟 我当时想 没有人能抓住种下的风 但我可以拍下来 我还是没有拿走那张照片 留在桌子上了 无论是被柳如烟自己收起来 还是丢进垃圾桶 都是她的选择 庭面里的紫营树又开花了 清明的垂下来 我站着欣赏了一下 柳如烟站在我身后 突然很轻的叫了我一声 起伯答 像是怕惊扰了一场梦 我转过身 很平和的朝她笑 柳如烟眼下全是亲子 各种护肤品 医美保养的脸上疲惫不堪 柳如烟作为柳家大小姐 我从没见过她这样小心翼翼 近乎卑微的样子 她颤了一下眼睫 声音很雅 从我快康复的时候 就在一直查车祸案 直到查到和你有关 我再也查不下去了 我一想到那些证据 呼吸都会疼 我从没想过你会背叛我们 这个念头一声出来 拦都拦不住 她突然自嘲地笑了一下 你懂吧 我们这样的人 被背叛的是其实不少 背后捅刀子也被捅习惯了 可是牵扯到你 我就受不了 你知道我看资料的时候怎么想的吗 我恨不得自己当初 直接死在那场车祸里面 后来没控制住自己 做了那些错事 什么事迹求婚 都是做给你看的 她说了很多话 讲她的心路历程 可我只是眼神透亮地看着她 轻声打断 不是 柳如烟正主 我抿着唇笑了下 其实你做的时候 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可你觉得没关系 无所谓 不管是对是错 我的背叛是误会还是真的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原谅你 其实 我一直都很清楚 如果不是柳如烟瘫痪 身边人都强倒众人推 她也不会注意到我 她的目光永远停留在 梅记博那种男的身上 连当时给我的戒指 都是不合尺寸的 她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是花叶落在地上的阴影 没想到是柳如烟掉下的泪 她伸出手 攥着我的手腕 祈求道 我是个混账 最后一次 你能不能原谅我 紫营花束 晃下细碎的光影 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 我还17岁 柳如烟靠着栏杆问我 懒散地笑 几博答 你喜欢我 可现在我想了想 一点点扯下了她的手 我不会原谅你 她看见了我手腕上的灰褐色的伤疤 瞳孔皱 嘴唇颤动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耐心的像是在哄孩子 柳如烟 你的命是车祸里 柳夫人护着保下来的 你要好好活着 柳氏集团是她的心血 你也要好好守着 我要离开这里了 柳如烟的脸白得不像话 血色尽湿 在这一刻 她的心像掏空了一样 有什么习以为常的人 永远离开她了 种下的风 永不回头 最近没成风云变转 原本被称为世纪求婚的主角双方 一个成了渣男 一个成了贱女 没急勃作的孽 柳如烟也是帮凶 柳氏集团的股票一路跌停 柳如烟不知为何开车 撞断了自己的腿 只能坐在轮椅上 我坐在回线的大巴车上 收到了一条柳如烟的短信 她说 欠你的 我都会还你 我无所谓的把她拉黑了 我侧手看着窗外的风景 摇摇晃晃 车窗的玻璃上 倒映出我身旁的人 文英好像很喜欢睡觉 现在闭着眼仰靠着 她一个霸子 要捐献中学物资就算了 还非要和我挤一个大巴车 车身晃荡 文英的头靠在了我的肩头 却还没醒 我抿着唇笑了下 我看着前方 沿途景色变幻 却无比确信 我将迎来我的无数个重想